今天真是大头条 再带你来关心的事 为什么会被骗呢 都是为了要发财嘛 希望多赚一点 但发财要有发财的方法 我们来看看韩国瑜这个方法 到底可不可行呢 他说要让高雄发大财 又出新招了 这次出的招是 想要在高雄 盖一个国际节的赛马场 他说明年呢 就要派官员到香港去取金 有人说这是天马行空 有人说没败啊 哪当探极真好啊 到底是天马行空 还是不错呢 高雄市长韩国瑜 和工商企业界进行座谈 闭门会谈中他又有发想 要把男子炼油厂 变成赛马场 闭门会中提到 希望把关闭的炼油厂 改成赛马场 引进香港的成功经验 从养马研究马到赛马 创造出就业机会 但只一声浪排山倒海 他都不能不叫 要去做亭 高盘人家大学 不轮不累 韩国瑜今天一语 光是在地民众就骂翻 还有人说赌到请假荡产了 怎么发大财 PTT网友更赌 直接P 有问过中游意见吗 根本是高级骗术 因为以现行法令来看 若要推广赛马设计赌博 违反刑法的赌博罪 目前还没有博弈专法来解套 韩国瑜在当立委 他自己提了一个 观光赌场的设置条例 但是那时候没有通过 目前当然在法院是没有 骑士鞭策马屁在赛场上 动宝和宗教人士看了 同样有意见 就实际面来说 后进炼油厂土地整治计划 预估要花将近20年 也就是说民国122年后 才有办法再利用 目前为止都还只是一个 创意发想的阶段 其实并不是 今天大家可能想到 很具体 我已经规划到 12345个步骤 这样子的执行计划 不到24小时 准新闻局长出片说明 炼油厂改成赛马场 只是创意发想 希望创造高雄市税收 不管是学术表演 或是赛马博弈都有可能 韩市长还没有正式上任 就有好多惊人发想 还没落实就引发外界批评讨论 赛马场应该是在今天 最热议的政治话题了 有人说真的不错 创意十足 所以真的可以像香港一样 替我们政府赚很多税收 拼经济 也可以替老百姓赚到钱 但绿营的立委就说 这根本就是一场游戏 一场梦 所以憲哥 你看是一场游戏 一场梦 还是创意十足呢 我觉得人类因梦想而伟大 那是错的 人类因梦想实现而伟大 我们要来看他能不能实现 那很简单嘛 就要拿出数据来 先打个插 因为高雄绿油厂多大呢 这个场地有262公顷 够大够大 262公顷 够不够大 够不够用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 香港有两个赛马场 第一个赛马场是 1万5千个民众的座位 那是比较小 对 那第二个呢 是8万民众的座位 对 那个就很大了 很大 对 那高雄绿油厂 有没有办法做出这种规模呢 如果以262公顷是可以的 是 但还有其他的条件 当然有其他的条件 因为第一个 那个当地它是一个 过去是马术的一个训练场 所以我想不管从高雄的气候 台湾的技术 以及在各方面的一个条件来讲 都有可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说每个礼拜要办两场 就一年差不多一百场 那这样的一个规模来讲 它所产生的一个赛马产业链 它就出来了 从第一个先养马 养马以后要赛马 赛马以后要读马 读马以后我们要研究马 研究马以后我们要分享马 那这个中间可以为高雄制造 差不多五千个到一万个工作机会 然后还会有什么呢 还会有养马的马场 对 还有驯马师 对 马丘相关的周边产业 甚至兽医 然后马的相关用品 是 它要吃的 它要用的 对 哇 那个产业力很大 你这样说下去 大家都听到了 我们用一个比较正确的数据 比如说香港 它是一年 它的赛马 它高出的税金 因为赛马要那个马票 对 是代表四百元 现在香港政府在2千5年 占10%的税收 10%的税收 四百元 只有政府只有四百元 日本一年 八百元就八百元 日本也有赛马 日本几个赛马 因为每一个州都有 好我们画面看到我们对香港比较有印象 对对对 因为等一下比较高 刚刚讲的那个产业链 那个产业链 美国可以创造 141万个工作机会 没有听错 141万个工作机会 那澳洲可以创造 13万的工作机会 所以你不管从税收 从工作机会 都是很诱人的 那两块肥肉都很大 只要你做得起来 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产业链 对 那产业链是真的不是假的 据说在日本 他们还有一些很弹性的做法 就是如果呢 你想要投资这匹马 因为这匹马如果跑赢了 那你奖金不得了 那个投注金额也很大 如果你想投资这匹马 但是你又没有那么多钱 他们还有股份制 对 叫做一口马祖 因为日本一年 进场去看赛马的600万人次 所以我一定要扩大 要从小把你养成 那种对马的一个习惯 对马术的一个热衷 所以你现在一匹马来讲 就是日币1200万到1亿 一匹多有 一千两百万你也不一定拿出来 来 都分成两百口 一千两百万两百口的话 一个人六万 那你就是马祖 你是二 你是两百分之一的马祖 每一匹马都可以变成一家股份 有限公司的丢了 这一匹马 约翰这一匹马 我们都是马祖 那我们有什么优惠 当我们这一匹马出赛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包厢里面看我们这一匹马 我们这一匹马如果得奖的话 我们可以跟这一匹马来照相 这是我们的优惠 另外我们这一匹马赚的钱 百分之八十我们来分 有一匹马一千两百万 就是二十两百口 每一个人就六万块 他一共出赛三十一场 十一场拿到锦标 五场拿到冠军 一场拿到亚军 这样他得到的奖金是 三亿八千三百零八万的一个日币 这样分起来一个人可以分多少 一百九十一点五万 你刚投资六万块 一百九十一点五万你分回去 但是那是因为你找到了千里马 你是伯乐 你如果是当初不对 三千四百多% 但是这一口马祖很聪明 千里马难寻 我一次我投五口 我投五支 跟买股票分散投资的概念 对对对 我投五支 我把风险分散 这样的话 我们大家都有话题 这样会创造更多的一个观众出来 另外 我真的没钱 但是我对你很有性格 为什么 我们就二十个 那买两回的时候 他就都有那个胸体了 你认一家我认一家 我们虚拟马祖 来看哪一位人 我们说比较好 来拼看哪一位 虚拟马祖 我们二十个一个team 我们现在赖啊 然后他们彼此下去 对对对 你会买到我买不肯 每个人都近一家买 因为我近日说这家买是我的 但是假的 我都没出钱了 我就近日说这家买以后会变千里 你近日说那些 我们两个人才买来拼看哪一位 这也可以虽然来拼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产业 你就是说它未来的产业量有多大 而且最后一点 我觉得台湾人愿意拼 因为我们国富深中山的莫保是拼爱 拼爱你跟电脑头就要拼 我跟你说台湾人大家都很爱拼 好 像那六十五年 大家都在酒店 三家减一家 大家就开始在酒店 所以我既然开到台湾人 台湾人拼到台湾人没了 你看我们的运动才见了 你比喻是三家缺一家 我还是一缺三 永远一缺三 所以我们台湾人只要拼 但是也因为我们台湾人要拼 所以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赛马场在今天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一见报之后 大家就开始讨论了 最大的争议有两个 一个是法令 就是说现在法令其实是不行的 第二个争议就是拼拼 怕有赌风 所以来建民来说拼拼 香港他们怎么拼 他们赛马怎么赌 像香港的赛马有分成日马跟夜马 那这个日马跟夜马就是什么 他们如果说他们夜马的话 那基本上他们就是每个的礼拜三 就是固定就是夜马 就是跑晚上的 那日马他们会怎么样呢 他们会就是说 比如说他们会选择在礼拜六跟礼拜天 那当然不是两天都跑 如果说这个礼拜是礼拜六跑日马的话 那下个礼拜就会选择在礼拜天 那一天的场次 通常他们是为三十分钟 半小时一场 那他们买票 那个票很贵吗 那个票其实最低的投注金额有没有 是在十块 就十块同币 所以他的票其实就是他的投注金额 没有你可以 那个门票回门票 我只是去看可以吧 那是门票 当然可以 你可以直接去看 一个是门票收入 一个是投注金额 对 没错 因为他们是合法的 那他们现在还有一种就是 你也可以不用买票 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加入马会的APP 就是你今天你先进去看以后 你在现场观看 看完以后你可以透过手机 两种方式投注 一种就是直接手机透过APP 你直接就可以投注了 对 那另外一种就是 你还可以透过APP打电话 还会有专人帮你投注 对 那他们会不会因为这样衍生 因为当然很多人 反对这个想法的原因 他还不能算是政策 因为还在思考阶段 还在发想阶段 反对这个想法的原因 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说 会助长赌风 甚至地下赌盘会很兴盛 会有很多地下赌盘吗 地下的赌盘 在香港有吗 当然如果说在香港 是没有所谓的地下赌盘 所以他们赌盘没有地下赌盘 没有 因为在香港地下赌盘 即使有也不会有人想要去签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这个赌博 这个赛马 它是合法的 那如果今天有地下的赌盘 那是不合法的 那再笨的赌客 他也要去赌合法的 我今天有去赌不合法的 我怎么知道说 庄家到底稳还是不稳 会不会跑掉 那赔率高吗 这个赛马有没有 它的赔率 它会依照说有热门的马 或还有冷门的马 今天如果你去买热门的马 那也就是它是常胜军马 它常常都跑前三名 那它的赔率就会比较低 曾经热门的马 它有低到多低呢 它低到1.1倍 就是今天你如果下100块 那你就只中110 那冷门的马 赔率有曾经到最高 到48点多倍 快要到49倍啊 就是说你今天 如果你下10块的话 那你就会中490 这就是最冷门的马 曾经倍数有到49倍 那他们通常 他们玩马有没有 就是读马 其实不懂的人 其实今天跟你讲 你还不一定听得懂 唯一我今天来帮大家介绍 比较简单的几种的方式 就是第一种就是所谓的读营 阿关读营 你应该就听得懂了吧 就是我阿国基嘛 对 可是阿国基就是说 你读营就是 你赌第一名是几号 比如说他们通常跑的马 通常大概都落在 大概10到14匹左右 那读营就是 你今天下哪一 下几号 13579 或是2458 就是第一名 就是要抛你买的 那个才有算数 那第二种就是位置 那这个位置是什么 位置就是说今天 你可以认识 你今天选中的前三名 是要你买出来的 就譬如说今天阿关 你可以买第一名 我要456 我要买第二名 789 或者是我要买第三名 246 我也不一定要都买第一名 对 没有错 我也可以买错 这个位置就是 你要买第一名是谁也可以 第二名是谁也可以 第三名 我可以买 他是第三名 这样子 对 也可以 对 那还有另外一种玩法 叫做位 就是另外一种叫做联营 联营就是说你今天 你要选中第一名跟第二名 那顺序没有关系 就比如说你今天 你买了六七八号 那他跑出来第一名是六号 第二名是七号 或者是第一名是七号 第二名是六号 都没有关系 这样也就是代表女众 可是他们买这种联营的 他们还会再多买一个 叫做位置Q 就是位置Q 为什么 因为今天如果你 刚刚我讲的那个联营 是第一名跟第二名 那如果你今天你买的 他跑到第一名跟第三名 而第二名没有你买的 那是不是就没中 所以他们会再多买 这个位置Q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位置Q就是说你今天 你买的这个位置Q 就是只要猜中前三名 的其中两个 那都有算 那今天他们会怎么买 他们买的这个联营 跟位置Q以后 他会再买一个一跟三 或者是二跟三 来搭配 那今天你只要开出来的 只要有你在号码里面 那只要是多在前三名 一到三名 那你就万无一失 绝对都不会让他 据说赔率最高可以到好几十倍 有 那你相对的你就是要去买那种 爆冷门的 才会有到四十几倍 那跟你说 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 所有事情都是多密相 它一定有好有坏 是可以创造经济产值 创造税收 增加观光收益 但背后一定让人担心的是 会有一些 就算刚刚你说没有地下赌盘 是 但是不是会有一些 有些被罢了 地下金融的出来 放账 或者是一些地下钱庄 对啊 那当然是会有 早期在香港 他们说在赌马赌到 疯狂到什么程度 因为他们在赌马 他们都觉得说 明明就只有十几匹马 怎么可能 那么难拆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会把他们自己的房子 他们不去跟银行借款 为什么 因为他今天他去跟银行借款 他可能 他要看房子的条件 他可能可以借到五成 高一点借到七成 而且程序还要再跑 所以反正就是会有那种 他们会 专门给赌马的人 借钱的地下金融公司 一些古货仔 地下钱庄 一些古货仔 他们就会在经营地下钱庄 来放给这些赌马的人 那他们会把这些赌马的 会把房子去跟这些古货仔借钱 为什么 第一拨款速度快 第二 我今天跟银行借 我可能可以借五成 这跟台湾的地下钱庄 都是一样 其实都是一模一样 但是因为香港赌马太疯了 所以有很多 应运而生 就是专门借给这些赌马客 赌马赌客 专门借钱的地下钱庄 所以当然也生了一些社会问题 除此之外 据说作弊频传 作弊 早期因为马会 他们缺乏监管 所以一些人作弊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还会给马偷偷的打针 打一些强身壮体的针 甚至还会为马 干嘛呢 为马吃壮阳药 很奇怪 那就跟运动员 我也搞不懂 运动员服务 违禁药品的意思 可是阿关你知道吗 在马 赛马 百分之九成 他们是用烟马 来作为赛马 那为什么还要为马吃壮阳药 这个令人家真的很匪夷所思 对 完全都想不透 可能让他比较兴奋吧 还是 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那一直到 1971年的一个赌马事件 赌马事件 赌马事件 最为轰动 那时候有一个骑师 彭丽来为首的六名嫌犯 他怎么样呢 他那时候去收买 一万块 以每次来收买马夫 干嘛呢 他很异祥天开 就是画面上这个骑师 对 这个就是骑师同意来 就是当时在1971年 香港轰动独马案的祖贤 对 他是祖贤 那时候他怎么样呢 他那时候想到 因为每个人都 每个大家都自己把马打一些 那他就跑到这个南部去 王妹说 你这条花 我不敢唱 他那个撒起 又要很甜 然后又要这么快 他那时候去收买 以一万块 以每次来收买马夫 对 这个就是骑师同意来 就是当时在1971年 香港轰动独马案的祖贤 对 他是祖贤 那时候他怎么样呢 他那时候想到 因为每个人都 每个大家都自己把马打一些 为他吃药 这些不见得说有用嘛 所以呢他直接干脆 他买通马夫 每次一万块 每次一万块干嘛呢 他想到把萝卜挖空 然后呢 把一些兴奋精跟毒药 放在萝卜里面 让这个马夫有没有 来喂一些热门的马 那这些热门的马 吃了这些萝卜进去以后 他们怎样 他会兴奋嘛 所以他不是给那些想要 他想要让他得奖的马吃药 他是给那些热门的 厉害的马 一些热门 那更早的时候 那时候有没有 因为他们早期 他们只有这些马会 他们会有做药检 那这些药检 只有常胜军 就是说胜出的这些马 才要做药检 所以我说你很聪明 因为一般都是赢的人 就跟运动员一样 你今天拿到金牌来验你 有没有问题嘛 所以通常都是验赢的马 他很聪明 他去下毒那些热门 然后落败的马 因为他本来是会赢的 因为吃到油了 就输了嘛 所以他永远不会胜出 他永远不会胜出 所以他就不会被验 所以他也不用去验 我跳 而且那时候 那时候说在香港 有没有 有一个那个报章 就是刊登一个楼盘的广告 就是在元朗康城大楼 那时候一个两房的单位 那时候说售价才一万九千元 也就是说这个马夫 他们一次给马夫 落一次药是一万块 他只要落两次的药 他就可以买一间房子 那你看这个诱因下不下 那就表示背后的暴力有多大 好 店名 当然在今天很多人反对 反对的声音有包括法令 包括助长赌风 还有一个点是 他们认为呢 动保团体认为这太残忍了 因为马匹要去参加比赛 就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但是很多在赛马场上的马匹 其实就废汗 就是很年轻 两岁三岁 他们可能就要去参加比赛了 据说训练的过程 甚至过去也曾经有过很不人道的训练 像马有没有 马在训练 他们真的是在竞赛的时候 是在两岁到十岁 那你现在看 阿官你看这个马 这个马他在跑步 他们这些在训马是 这是我们 就是像我们去健身房 跑那个跑步机的概念 像我们去健身房 我们人在跑步机 在训练自己在自我运动 他们竟然有办法 帮马打造 叫做跑步机 可以专门给马来跑步用的 他可以依他的时速 可以帮他增快 或者是增慢 或者是小碎步 他今天他就可以测出说 他的马到底他时速 他可以跑多少 那这个跑步机是在水里 这个是在水里 帮他水里做成 就是在训练他 真的把他动作奥运选手的困难 这个就是像我们有没有 今天我们 如果我们人绑着沙包 在做重力训练一样 今天我们人在水里走路 在走很吃力 那你看他把马 他在水里给他做训练 他如果下一个场次 他如果出来比赛的话 他是不是会见步如飞 这些小伙子 带你来关心的是 观众朋友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在今年八月份 在台南南华山区 曾经发现了起白骨案 案子侦破了 但没有想到 警员重回现场 办普渡的时候 竟然发生了灵异事件 南华山区竹林间 突然出现白骨 警方追出凶手 就是死者男友 烧金指使出现人烈 似乎是要感谢原警 替他伸缘 检视相片的时候 人家发现说 有一个人形出来的 象征王林化身的中司 驻足在献象上 也让原警 心里觉得自己辛苦 有了代价 看白骨的时候 大家来问问 描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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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 我现在有发 有来这些人 有没有 湖内分局 曾经找寻 失踪人口找到台南南华 寻宪查出 死者王姓女子的同居男友 设有重嫌 再加上死者女儿 童嫣童女中 无意透露出 妈妈被带往玉井山区 让警方更加确定 找对人了 那就是空气 我怎么比别 不要放他 生意比你还好 对啊 陈信嫌犯被带回现场模拟当时状况 坦诚自己因为怀疑死者洪姓出墙 一气之下才会吃棍棒 将人殴打致死 还扒光他衣服 气质删去 有点东西 杀口 鞋子 有日常用品 都小小小 有点消耗 警方弃而不舍追出真凶 一件件无法解释的事出现在眼前 或许是冥冥之中有注定 王姓女子指引着袁警 替自己入土为安 这种事情 有人说 你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物 但有人说这是穿凿附会怪力乱神 所以我们SNG为你连线高大臣法医 法医你好 好久不见 简姐好 大家好 你叫我简姐 我现在想要下去 好了 法医你在办案的过程中 不好意思 你在办案的过程中 有没有碰过灵异现象 有 我会碰到 我们以前在那个民口八十年的时候 在大渡山找到一个尸骨 其实也算是说 他的肉已经都不见了 可是衣服都破不破 可能有那个野猫野狗来咬 他整个都破了 可是我们检查结果 发现说他如果有骨折 然后手脚都有骨折 然后我们就认为说 这会不会是被盾气所造成的死亡 那在检查他的衣服的时候 发现这个走上这边 走上这个袋子里面 有发现证件 他就用证件去通知这个人的太太 结果他才说 没有啊 我先生出国两个月都没有回来 不知道跑去哪里 我们就想说糟糕 这会是他先生 那我们就告诉他身高这个样子 他穿着衣服的样子 他说 那个真的是很像我先生 然后我们就通知 因为他好在大路上 我们要搬到那个 那个殡仪馆去解剥嘛 他就跟他太太说 你到殡仪馆去等就好 因为我们 现在就要直接把这个大体 搬到那个殡仪馆 他就先跑去殡仪馆等我们 结果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那个车子要载这个大体的时候 在路上 既然停了五次 他就不想去殡仪馆了 我们就结论起来 每次等他拜 他就跟我们走 然后又停又停又停 拜了五次他才让我们到殡仪馆 结果到殡仪馆以后 我们就准备好照相机 要照照这个相 他太说他不要进去看 那就要照相给他看 结果他那个照相机 既然按不下去 然后出来后面按照相好好的 可是进去又按不下去 结果没有办法 就说不然请他 大概进去看好了 结果他一进去以后 那个照相机就好了 后来我们才找到 原来这个真的是他先生 没错 因为穿的衣肘全部都一样 那个样子一样 刚好在左脚的下腿 因为他以前有车祸过 也过骨子有打个那个钉子 所以就知道说 是他才能 已经可以证实 后来当然证实找到以后 就发现说 原来他这个先生 外面有一个女朋友 他女朋友的 还有一个 那女朋友另外一个男朋友 结果他就跟这个女朋友 抢人家的女朋友以后 他有妻子了 抢人家的女朋友 然后已经跟他借钱 不还没关系 又抢人家女朋友 人家不爽就把他打死 打死 可能是这样 我们当然不知道 就怀疑说 会不会这个人打死他了 然后就跑去他家 去找的时候 那个警察很厉害 他到地下室的那个 储物间 去发现一支礼拜 礼拜上面 既然还有血迹 那个人既然 没有把他的血迹清掉 所以在血迹上面找到 这个人的血型 是O型的MM的PQ 所以我100万人才有一个 所以确认这个死者 就是这个 死者就是这个人 也是他打死是没有错 然后在我们再 另外还有一件 也是很妙 民国七十九年的时候 有一个小婚 不是小婚 他是喜欢赌博 结果每次赌都输 因为赌博很少会赢的 结果大家都看不起他 可是后来 不到最近他突然 他爸过世了以后 在七起给他留一千坪的土地 结果他就把他一千坪卖掉 那时候他卖很便宜 他才卖三十万 可是也有三亿 他就很高兴 就觉得人家看不起他 他就请了一桌 请人家吃饭 结果 吃饭 结果他就告诉他们 那些亲戚说 不要再看不起我了 我已经有钱了 我现在有三亿什么 就在那边臭屁 结果没有想到 他里面有两个敌辣 就是叫他阿谷的两个人 也是负债雷雷 他就想说 我阿谷有钱 来他手 来他热所 来他投钱 就给他拔掉了 拔掉以后 他们就 就打电话给他 就是他阿谷的太太 就是他阿金 他就说阿金 不是说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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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群就热 不然他们先生有事 他说阿金 他说阿金 一看一看他 他拔掉了 叫他来国 他也知道他 他就拔掉了 所以没办 他就跟他说 我也没办 不然我先生 留在自己 我钱留在自己 好 那两个 那两个在那里 在那里 这个人既然 他阿谷就过 就死掉了 死掉了 他就想出事情了 就用那个船单 把他包起来 绑起来 就开车开到帐话 大湖 拔掉了 那个产业道路 旁边有那个水锅 他把他丢下去 结果一丢下去 既然在动 他们两个吓了一跳 还好一个是流氓 他刚好戴枪 就开了两枪 开了两枪 就想说不安全 就用那个车子里面的汽油 把他倒到头上 把他烧了 烧了 刚好烧到头一半 人家就发现 就跑过来 他们两个开车就跑了 结果人家用水把他浇集 整个头都黑了 身体还没有黑 身体还好 因为他有盖一张被弹 所以没有烧掉 他就报警 报警 我们就去处理 处理我们当然 待会儿兵议馆去解播 就发现说 怎么这么奇怪 他已经死了 怎么还开枪 打那两枪 本来就死了以后 还有两枪 可是没有办法 也是把那子弹捡起来 因为要找那个枪是谁的 可是 他这个太太就已经紧张 在隔天 他就梦见说 他先生跑来找他 说 母啊 我这样 肚子疼到 不然你有钱拿来 我拿来行人 人在打 我来 我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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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知道 原来糟糕 他真的是被人家打死的 可是打死那两个子弹 只会找到那两个子弹的手枪 既然就知道说 他有两个子弹在那边吃饭 那一桌里面 就那两个子弹 那两个子弹就是那手枪的所有人 我们就想说 这个一定有牵扯嘛 就赶快跑去找他 找那两个子弹在那边打电动 然后那个警察一进去做好笑 就说 你们最近跟你阿姑要钱 他说没有啊 阿姑怎样 他说 那天我们去吃饭 他请了一桌 他最近卖了一桌 很不错的 他说这样啊 那是不是人家伯伯 他说没有啦 我两个很好的 哪有可能跟他做这个事情 结果他说阿姑怎么样了 你要死了 死在那个彰水锅里面了 他说真的喔 还在那边假装 然后警察 他就好 没关系 一做烟消 他有开枪啦 因为第三天嘛 他还有开烟消还在 不然就找枪了嘛 他说没有喔 我不知道我怎么有烟消 我们就说 那个警察最好笑就说 那个看电影就知道 手枪往哪里 放那个马桶的水箱里面 结果马桶水箱一看起来一看 原来里面就是 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手枪钻在里面 一下子这个案子就破了 好 姐姐非常有意思 娱乐焦点带你来关心的是 一首对对对爆红的黄飞 他也得过好多次金曲奖 本来在今天就要发片了 但没有想到 他的经纪公司和唱片公司 撕破脸了 而且 真正是你的破脸 为什么因为他经纪公司的老板 竟然炮红唱片公司 什么呢 说快两年了 拖拖拉拉 你要发自己去发了 结果唱片公司也回击 唱片公司说 拖拖拉拉两年了 歌换了再换 难道换掉每一首歌吗 所以双方互呛的情况之下 倒霉的是谁 倒霉的是黄飞 对 你知道吗 黄飞他得了两次金曲奖 那你知道吗 金曲奖啊 就是说你要在12月底之前发片 你明年才可以报名 所以这对的 是啊 恐怕这一次没办法报了 没办法啊 那现在啊 对吧 他就是要选在12月底前 赶快发片 这张叫做 我若是黄茜茜 筹配三年了 这首歌叫 我若是黄茜茜 我若是黄茜茜 黄茜茜是谁啊 黄茜茜 因为他在今天 我们不知道 这个是很苦手的歌名 好 不过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听一下 你就会知道他是谁了 唱歌 啊 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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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要先告不罪 要為你破罪 你有請的位 他這個唱歌的氣口很像歌戲 不是 寶貝戲 應該叫寶貝戲 他這個唱歌的氣口很像寶貝戲的歌 很有那個江湖的撒曲 叫做撒曲 撒曲 叫撒曲 黃飛這首堆堆堆叫做台語的神曲 都這樣講 這首歌因為就是男的愛聽 女的愛唱 而且唱起來很難唱 我唱過 很難唱 混不了氣 對 因為他就很快很快很快 而且要高音域到高16度 我們說高8度 它是要高16度 非常困難 而且一口氣這樣唱起來 他這個歌被形容說是很甜 不是很甜喔 是很 很很 很香啊 那個很 很甜 很甜的 然後還有撒曲 這怎麼唱啊 很江湖味的歌啦 對 而且要像連珠泡這樣唱 所以當時陳明章 因為她在布袋戲裡面 陳明章據說是她的老師不是吧 對 就是等於是恩師 陳明章是在PT布袋戲裡面看 她唱一首歌就會說 我就是在找這個人 我有一首歌要唱 所以黃飛本來真的是唱布袋戲的 她曾經在PT布袋戲裡面出現過 唱過一首歌 她就跑到這個南部去 黃飛說 你這條歌 我不敢唱啦 我唱不出來 太困難了 那個就撒曲 又要很甜 然後又要這麼快 然後就跟妳講的高音率這樣子 就抱歉 我唱不成 這個應該是男人在唱 可是她說不是 我在唱 我要跟女生唱 我也覺得這比較像男版的歌 對 就江湖 開口 然後就很MAN這樣子 她說我沒辦法 我的聲音算是很甜美 我沒辦法啦 就給她記住 陳明章不死心 不行 就是要你唱 就這樣 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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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服她 唱這首歌 真的說服三年 三年 她說 我不會唱 妳也不放過我 好 讓我唱唱看 而且只好唱了 只好唱 結果才把她抓來台北 就說妳要來台北發展 唱給全台灣人聽了 結果她唱成功了 這首歌呢 讓她就說 陽明例外 還得獎 然後成為就是黃飛 黃飛到哪裡 人家就要聽這一首歌啦 好 但這首歌呢 因為是太紅了 所以很多人都唱過這首歌 我們也來聽聽 別人唱這首歌 會唱出什麼樣的味道呢 對對著妳的心 對著妳的人 對著妳的情 對著妳的目光美 啊 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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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只是人心 歌 路 滄 滄 滄 退 無 手 來 啊 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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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鼓 Crash 滄 滄 啊 很寶可 離 電 自首歌真的很紅 漾老師 你會唱嗎 不оп 你不 swear най使 rez っ partially 你唱一aud 來 對著妳的心 對著妳的無講理 你明明就會唱嗎 跟這句而已 所以連律師都會唱 你就知道多紅了 很愛唱 可是你知道嗎 除了這首歌 但是現在撩破片怎麼辦呢 他不能每次出來只唱 對…他要有新歌 他要參加金曲獎比賽 你這新專輯不發 你不讓他唱我是黃倩倩 你要叫他拿什麼新唱 說真的 這種經紀公司 跟唱片公司撩破片 這種是無解 無解了… 因為你經紀公司 你把這個版權 簽給新的唱片公司 當然就是權力在他手上 你掛得不好 他這是因為前導篇出來之後 鬧翻了 他們認為說前導篇的 這個選的曲子 畫面有問題 所以唱片公司說暫停 一天就給他下架 所以像蔡小虎 是不是之前也是因為這樣 跟唱片公司鬧翻 豬肉王子蔡小虎 其實他之前簽在這個 最有名的叫豪記 豪記是就是台語界的天王天后宮 小虎簽在那邊簽了 14年一直在畫館 14年就是我的青春都不會在那裡 所以在那邊發過很多很多唱片 後來突然小虎就給他說 因為你是忠祐 而且你退出江湖 好幾年沒有發片 突然他就宣布說 簽入新東家 簽了這個賣生器 五年兩千萬 我們把他收起來這樣 然後你說你是夠好氣鬧翻 還說他發了那個純正信函給人家 他說沒有啦 這是法律程序一定要發的 可是就是說 因為那個天王天后宮 雖然說小虎歌也是天王 這據說台語歌跟國語歌市場 比較不同的是 過去很多台語歌星他們是收不到版權的 對 他們是買段 台語歌就是買段 買段之後都是屬於唱片公司的 就跟你說好幾年多少 對 都贏的 賣得多賣得少跟歌星都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的 台語歌一向從以前到現在 都是這個樣子 那國語歌的歌星他們是可以收版權的 一直收啊 詞曲送的人都是一樣的 我們來聽一段蔡小虎的歌聲 音樂音樂 音樂 diz 汪湧的名字 歪旦天封我心去 中秋月的年齡水冬 三年的寡夜已減暗 春夏秋冬 一天我的一天 對你的思念 為何你會回憤的夢 好 是因為買斷制 所以讓蔡小虎跟原來的老東家翻臉 對 他切了新東家之後 他說因為現在以後 為什麼有很多A咖的製作人 願意來幫我做歌 因為現在我用採取新制度 跟國語歌曲一樣制度 有版權收入 所以那個A咖製作人 他願意幫你做詞做曲 對不對 這樣你有很多更新更多的歌進來 因為他們的詞曲都可以一直分 比如說版稅都可以分 你要才願意幫你做 不然一次買斷 買斷沒有多少錢 現在整個台語歌市場 已經改了嗎還是 已經大部分有在改了 也在改了 因為很多人用這個新制之後 當然就是 是一種連鎖效應 大家都沒蓋 那這其實是一個良性的循環 所以小虎哥的歌 現在每年就很多的新的歌 因為很多人願意幫他做新的嘛 對